大家好,现在去一个餐馆修一下它的那个臭油烟机 它有两个臭油烟机,其中一个坏掉了 然后它有那个特别,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 然后我又找别人修了呢,因为我那阵子又是报税,然后又是忙,没时间 然后呢,结果前两天过来那个修空调的时候,它说还没有修呢 它说它找美国人了,美国人过来给看了一下,修了200块钱 然后也没说出来,所以然,它那个就是一开机就跳涨,一开机就跳涨 然后呢,它美国人给它查了,然后什么也没弄,查了一下,收了200多 它说修的话,再另外再上前 所以呢,它一直没有修,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抽油烟机,有两个嘛,一个坏掉了 今天呢,我正好到这边来,到这边来,然后呢,我就顺便到这边给它看一下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城市比较远 然后这个城市比较远,然后,我看有没有人让给我 哇,这怎么一过来,直接就那什么 哇,后面人让我了,OK OK,在这等,前面红灵灯 哇,怎么会这样的 好尴尬 OK,嗯,我本来来的时候,今天就下午6点40,就6点40 所以,弄完那个之后,然后现在都,看,都8点40了,两个小时 OK,我现在开过去,开过去,先看一下什么原因 要是风机坏了的话,然后到有时间了,再过来 带个风机过来,如果是能找到坏的呢,然后就马上先给它修了 OK,先过去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哇,它还没有那么高的梯子 没有那么高的梯子 啊,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梯子,我要看能不能爬到那个地方去 哇,试一下 在上面来看,有两个有缘机 试一下 OK,我还上来了 等会下的时候,估计很难下 哈哈 OK 应该是另外一台,另外一台 应该是这一台 应该是这一台 这一台 看下什么问题 这边有电 这边有电 这边看一下什么问题啊 你要不要加电源给你关掉 啊,好的好的 好的 我把电源啊 啊,你 可以,可以 这是电机 皮带没有问题 哇,但是看,都没有上过油 你看,里面干干的 上面干干的 看 看 看到没有 看那 哇,没上过黄油 这个是就是打黄油的 打グルース的这个地方 看,这专门打黄油的 你一定要打黄油,一定要打黄油 这个用上几年就不行了 这个用上几年就不行了 OK 我现在把这边打开 这边是电 这个是电 这个是电 好,这个要完全打开 螺丝上 哦,对对对 那个楼外检查过 楼外检查过 楼外检查过 看一下啊 我把这边打开了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他跟他当时上麻丝了 我这个怎么都卸不下来 所以呢,我把上面盖子卸掉 和侧面这两个卸掉 然后这样搬过来 这样才能看到 OK 那个 他说那个楼外过来检查的 说是风机坏了 说是风机坏了 然后呢 我来检测一下 我来检测一下 是不是风机坏了 然后 这个是下面来的电 OK 这下面来的电 来的电呢 这是两个 230伏 230伏 还是208 然后我 我现在不知道 因为他下面的电 没有上来 所以呢 但是我知道这两个是 两个都是活线 然后呢 这是进来的电 看 这是这个从这进来的电 然后呢 我把这两个都都拿开 拿都拿开 拿开之后呢 下面的这这两个 那应该就是那个风机的 OK 应该就是风机的 然后呢 我现在测一下这个风机是不是好的 然后呢 我把这个线拿开了 拿开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机是不是好的 然后呢 一个是连到这个这个风机上 OK 一个腿连到风机上 然后呢 另外一个腿 弄到这个底线上 弄到底线上 弄到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弄到底线上 OK 现在看一下风机是不是好的 风机是好的 风机是好的 风机至少那个线圈没问题 两个呢 我们再换一个 再看另外一个线圈 另外一个线圈看一下啊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看都是好的 嗯 跳着啊 因为我我我我来了之后 我还没那个啥呢 我就直接 老外说是那个什么 说是风机问题 然后我还没让它打开 看一下什么情况呢 我现在让它 打开看一下什么情况 那但是至少我知道它这个 这个风机没问题 OK 我把它放过去了 把它放过去之后呢 放过去之后呢 我看一下让它转一下 是什么问题 让它转一下 我看是什么 什么现象 然后这边皮带 哦 这一定要小心转这个的时候 手不能卡到那 OK 现在我看一下 然后开一下风机 它开了之后呢 我听着这个风机 试着想启动 这个风机是 风机试着想启动 但是启动不起来 启动不起来 启动不起来 它刚才有那个嗯的声音 然后它启动不起来 哦你听 看 这个风机试着想启动 但是启动不起来 它应该那儿有一个那个什么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听 我就过上一会 它还要启动 它试着想启动 它嗯嗯嗯 然后这样 等一下啊 看 看 看 OK 嗯 我再关掉 OK 我现在关掉了 关掉之后 我要看一下这个风机 看一下风机 它试着想启动 但是启动不了 我看一下 看一下这上面的信息 我刚量了一下 看 它这个是120伏 它用的是120伏的电 看 123 它试着先起来 它用的是123 哇 用一这种 用120 用的120伏电压的话 那个电流会特别大 电流会特别大 它应该用用那个 用230的 208 230的 是给它挖的 用的是100 那个什么 用的是120的 哇 这怎么会用120的呢 这些人简直是 哇 看 用的是120的 哇 它不可思议了 这种模特的话 一般都用那个高压 高压 高压 哇 我现在我刚看到下 它那个模特 可以用120 可以用208 230 看一下 我刚拍这个照 看一下上面的信息 嗯 然后上面有不同的连法 用不同的连法 你看 它这个 115 208 230 220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 但是你要用220伏电 这是50赫兹 然后前面的都是用60赫兹 在美国的话都是60赫兹 OK 也就是应用前面的111 115 203 230 这些都是要60赫兹的 你看 60赫兹就是一分钟 那个 这样 它那个波缝 就是来回是60次 正常是50次 像中国的话 都是那种 欧洲的话 都是50的 50赫兹的 OK 然后再没其他信息了 哇 但是 但是 我那个啥的话 测这个 用这个来测这个 风机 风机里面的线圈是好的 那估计是那个什么 给锁住了 那估计是给锁住了 因为经常有线圈是好的 里面的线圈是好的 但是呢 那个轴 它 那个转时间成了之后 那个轴已经不行了 轴它一通电的时候 它给Size了 它给Size了 但是我这样摸起来 也没有 然后我等一会儿 我能啥一下 我那个 这样重新开 然后呢 然后重新开的时候 我这样移动一下 我看试一下 试一下啊 来看一下 好 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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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 起不来 我看啊 好像是 这没有 是这个的声音 这个的声音 它因为它没有告那个 没有告黄油 是那个声音 但是不是风机的声音 再看一下啊 我让它转着 然后这样启动 好 起来了 起不来 起不来 不行 不行 起不来 看到电机哪儿 这就有问题了 电机有问题 它那边 然后有一个电容 一个电容 然后把它打开了 打开之后 我看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它是270 320 324个 摩克弗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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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to 127V OK 21年的 这是新的Motor,这是21年 这个是不是,我以为是日期呢 这个不是日期 OK,可能是这个Motor坏了 我现在让它把下面的电关掉 我来把这个Motor,把这个Composter拿来测一下 OK,我都取下来了 应该是这个坏了,应该是这个坏了 你看,下面都变形了 看到没有,现在都变形了 然后呢,这都凸起来了 这都凸起来了 中间都凸起来了 你看,应该是这个坏了 因为我测的线圈是好的 但是呢,我要来测一下 测一下Composter OK,测一下 应该是这个坏了 希望是这个坏了 因为它的线圈,我测的是好的 里面的线圈 OK,我测一下 耶,这个坏了 就这个坏了 看 这个坏了,这个坏了 哇,这种车里我看有没有 627 我 我去我车里看一下 我好像没有这种啊 这120,用120伏电的 我去看一下 我车里正好有一个 正好有一个 这种 对,这种很少用 你看 270324 270 270324 OK,然后电压是160 50赫兹 60赫兹OK 没关系 你可以用高电压 你可以用高电压 因为 这就是这种 你可以用高的 也就是说 它能够忍受高的 它能够忍受到165 而这个的话 它只能忍受到127 所以 这个 提防这个没任何问题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OK 看着还大一点呢 对,这个还大一点 这个还小 这个小 等于说可能放不进去 那个东西 但是呢 因为你那上面有盖子 应该没问题 OK 然后上去换上应该好了 我现在上去试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 我刚才在上面测了 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 那个 它叫capacity 没有任何值了 然后呢 这个是新的 看着上面都骨包了 对啊 都骨包了 你这样 你看 感觉一样 对 而且它上面都顶起来了 这个新的不 没有东西动 没有 对 好 上去就会放 对 对 我刚才下来的时候 特别难下 可要小心点 对 上去和下来 你把这个鞋子这样放 就这样放就行 我刚才还行 能上去吗 对对对 我正好踩到那个东西 这样上去的 不用不用不用 整开 因为我正好 正好这样可以上去 哇 特别高 好 谢谢谢谢 好 不能太直了 不能太直 好了 我现在放上了 放上这个 然后转一下 因为它这个 我这个比它那个要大 现在放不进去 现在放不进去 然后呢 只能是在这先放这 先试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他说老外告诉他 说是烧坏了 说电机烧坏了 但是我测一下线圈 没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坏了 我再推测去就坏了 现在是这样 然后 这应该没问题 它倒了的话也没问题 OK 现在我让它开一下风机 你开一下风机 开一下风机 开一下风机 看一下啊 好 那个响 那响 这个我把它关掉了 我把它关掉了 因为 因为刚才我怕 下去之后 那个什么 下去之后 万一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那个啥的 我没把它开开关了 因为我怕 那个 你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把它关掉了 因为我怕 那个什么 我下面没有这个capacitor 然后 我下去之后 再上来比较困难 我要不要重新打开一下 因为我 我把它关掉了 我怕它 我万一我没有的话 然后我再上来 再把它弄一下 然后呢 摆摆那个什么一趟 再上来一趟水呢 我就把它关掉了 OK 试一下啊 看这神圣的时刻 希望是好的 希望是好的 好 好 好了 好了 这是那原因 真的呀 但是要打电黄油了 要打电黄油了 好了 要打电黄油 要打电黄油 这是那原因 看 我换这个motor 你知道要 要花几百块钱了 你看 现在就换一个 这是这对原因 关掉吗 耶 好了 现在关掉吗 啊 关掉关掉关掉 我我现在拿个东西把它绑上 因为现在那个 他那个 看 我根本不是那个原因 根本不是烧掉原因 哇 然后那个老外告诉他是烧掉了 根本不是烧掉原因 因为我一测里面那线圈都是好的吗 我一测那个线圈都是好的 哇 这些人间 这是 他mistagnosis 就是误判 误判的话 这样的话就引起客户 多付好多钱 OK 那就好了 这儿没任何问题了 然后呢 我把那个 因为他那个我这个比较粗 然后呢 我把用哪个哪个绳子绑上 因为他这个的话 基本上 然后你看 他这个里面挺干净的 你看他这里面挺干净的 因为他是做日餐 他做日餐 没那么多油 OK 这就好了 我把它绑上 然后盖上盖子就好了 我把那个头给它缠上了 用那个电弓胶带缠了一下 缠了一下之后呢 然后呢 把它绑到这个线上了 绑到这个线上 然后这样的话 即使震动的话 也也也没关系 然后这边有个口 你可以留着也可以把它封上 但是呢 封不封都无所谓 因为你看他他上面 上面和下面 然后这个都是开放的 都是开放的 所以没关系了 然后就这样绑上就行了 然后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我盖子盖上 放过去就行了 它这个是风机的那个 斯达的卡牌死者 坏掉了 这个是个斯达的卡牌死者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个黑色的那个塑料的 它和那个软卡牌死者不一样 软卡牌死者是那个 一般都是铝的铝皮的 因为它当风机在转的时候呢 那个软卡牌死者要一直在线圈里面 它会发热 你用铝的话 然后它散热 这个的话是斯达的卡牌死者 斯达的卡牌死者呢 风机在启动的零点几秒之内 就是不到一秒之内 它就把它踢出去了 就是它只要风机启动了 它就把它踢出去了 这个就是斯达的卡牌死者 因为它不在线圈里面 一直待在里面 所以呢它不产生热 所以呢这个 它那个生产的它外面 就是用那个塑料的 用塑料的 这种那个风机很容易判断 很容易判断 你首先看一下 是不是线圈是那个有问题 是不是线圈有问题 线圈没问题的话 然后你再看一下 是不是给机械式的锁住了 啊 机械式的锁住呢 也叫Sees的 它叫好多 他们美国人都叫Sees Motor Sees了 然后 那个 机械式的锁住呢 又分两种 一种是呢 你就是你一转 你用手转它一下 转它一下 转它一下 一种是那个自由的可以转 可以自由的可以转 然后呢 但是你一通上电之后 哇 它椰子就锁住了 就是你啊 就是普通电的时候 你用手拨拉一下那个风叶 那个风叶很自由的 然后没有任何摩擦力的 然后来转 但是呢 当你一通上电之后呢 然后你再去拨拉那个 那个椰片 那个风叶片 那个它叫Fanplay 然后它就动不了了 这个就是Sees了 这种Sees了 还有一种呢 是那个 你不通电的时候 你一转之后 你可以都可以感觉到 它那个都转不动 这种的话都属于那个 摩得太狠了 摩得太狠了 那个轴已经摩细了 摩细了 它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这种很容易判断 这种Motor 这种很容易判断 一般的话 因为它这个 它没 我刚到了之后 我问它 我说美国人 是跟你说是Motor 是怎么了 他说是 他说美国人 上去之后 什么空气行都没带 上去不到五分钟下来 然后告诉它 说是那个Motor坏了 说是烧掉了 必须要换那个Motor 所以他们不相信它 然后就等着我过来 过来吃 哈哈 幸好没有相信它 然后呢 你它什么都没吃 哇 这种Motor 是很容易判断的 很容易判断的 他都没有 可能这个人 他都没有经过训练过 没有训练过 然后也很容易 就它如果是前面 我如果是 它没有告诉我 这个美国人 如果是我第一次来 然后来查的话 我就先 我就会先就是拨拉一下 那个 然后它看它转 有没有给锁住 有没有机械式的锁住 然后没有的话 我就测线圈 如果是也没有给机械式的锁住 然后线圈也是好的 然后呢 你就要找里面的 其他的小配件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一般的话都是其他小配件 然后有问题 对 这种很容易判断 很容易判断 我唯一判断一次错误 只要我亲自到的话 一般我还没有判断错误 那一次判断失误是因为什么呢 是那天我比较忙 我比较忙 然后第二就是那个 他那个餐馆呢 只有一个风机 只有一个风机 他这个风机坏了之后 他哥们就做不了饭 他哥们说太热了太热了 哥们就做不了饭 第三就是 他那个马上就下班了 就是这一天都快五点了 马上就下班了 然后呢 如果是风机坏了的话 然后没有买风机的话 这样从五点到到那个晚上 他们一般餐馆的话都做到十点 然后这几个小时 然后他们就就很难做菜 就是基本上没有 所以呢我就决定先给他去买上那个 去买上那个风机 买上风机然后带过去 带过去 然后他跟我说是什么症状 他跟我说是打开之后 转上一会儿就跳闸 转上一会儿就跳闸 我想着可能是里面的线圈 可能是过热可能是 然后可能转路过热 可能是这个问题 结果我过去之后呢 发现不是 哈 是原来那个装的那个人呢 给他装那个 motor 那个人 把那个线 通过那个铁皮的那个一个孔子 之后呢 他没有给他放那个 wire clamp 就是专门把那个线夹住 不让那个线动的 然后这样的话 你把它夹住之后 然后把它固定在铁皮上 就这样的话就防止你那个 在震动震动震动 然后就把那个线切割开了 就把那个线外面的包的那个 那个 rubber insulation 然后给切割断了 结果他这个真是这个人没有给他放 没有给他放那个 那个那个 wire clamp 然后呢 就是这个 他震动震动震动 然后把它切切割的 然后快碰到里面的线了 然后就是一直一直 你可以都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线 他就是震动震动 你开上一会儿之后 一震动震动 他就里面的线就碰到那个铁皮了 一碰到铁皮他就跳着 是这个原因 这是唯一的一次 我判断这个毛泽失误 其他的我还都没有判断过这个毛泽失误的 那次就是因为第一是比较忙 第二是我没有亲自过去 然后还有就是他就需要这个毛泽转 要赶快给他放上 因为别人就下班了 下班的话然后他就买不了 所以呢 就那次我没有亲自到那去查 就是凭借他给我描述的 然后我判断是毛泽坏了 其实不是 是因为那个引起跳杂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线 线一接地了 是前面一个人 给他安装的时候 失误 就是他没给他正确的安装 所以呢 这种毛泽很好判断 很好判断 他还和那个压缩机不一样 和压缩机也不一样 对对对 你们要开饭馆的要是 出现这种嗯响响 然后也不跳掌 也不跳掌 然后当时他告诉我是跳掌 结果我过去时候还不是跳掌 然后你要听着这种 每隔不到一分钟 他就嗯 一下子停掉 嗯 一下停掉 然后呢 这种的话 都是这种start capacity 换掉了 所以呢 换一个start capacity就行了 那个很便宜 要比你买一个缝机要便宜多了 这个缝机要至少 一百两三百块钱 要让美国人给你换一下的话 他估计至少要给你要七八百块钱 就是整个整个下来 至少至少七八百块钱 然后他这个他没让他给换 他就诊断了一下 上去五分钟不到下来 他没收到他两百多块钱 哈哈 哎呀 这些人 可以这个 okok 希望这个开餐馆的人 能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可以自己去换去 可以自己换一下 这样 你可以省上个几百块钱 ok 下个视频见 拜拜 谢谢大家